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元堂善书 灵语献真 主著先佛为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 南海古佛将 诗曰 寡欲清心坐准绳 郎中诗要满腔城 玄机不必经中物 灵性依然渐进城 圣事 无今日降驻 灵语献真 地念九章 诗要郎中 无私为神 常人与智者之差别 往往不在于智力与能力 而是在于对物相的明觉程度 故修行之人应欲是琴思 实时培养观察与分析之能力 则见情觉悟 见景觉悟 见人觉悟之机会 就非难是也 无今日领福德正神立堂阐述 以物是人 我乃台江苗栗县 铜锣境内福德正神 生于清朝雍正年间之台湾淡水厅 沙禄社 当时台湾划分为一府四县一厅 即台湾府 淡水厅 彰化县 捉罗县 台湾县 凤山县 距今约二百八十余年 我生于一普通家庭 父母皆是务农 由于当时都是由朝廷从大陆派官员至台湾治理 且三年一任 任期届满 回大陆即可升官 因此许多的官员皆千里为官职为前 事到台湾就任为升官发财之管道 不但疏于建设 甚至贪污腐败 导致一般人民生活困苦 在官逼民反之情况下 民间可谓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反 有一年 台湾大甲西社起事 烧毁同志衙门 杀伤兵丁衙役 向应者有数千人 造成大安息至大甲西区域局势动荡不安 父母为了避难 于是带着我迁居至珠罗县 因我家中先祖略懂齐皇之术 家传不少致病药方 后来父亲急改经营中草药铺为生 我在耳濡目染之下 学习了不少致病专门知识 因为嫌时常至附近寺庙参拜 得知有出家师父身染素疾 但却无前就医 于是我急免费长期喂其施药 让他们能安心修行 不但如此 我还在店门口贴出告示 声明只要是出家师父至家中抓药 一律免费施药 此举甚至感动羞耻懈怠的出家人精进羞耻 无形中增添了我不少阴质 且身少病殃 正是众医善因 结识善果 众识善因 结百善果 众百善因 结千善果 得入聚善所前修 前修期满 即被派任至台江苗栗县 铜锣镜内为福德正神至今也 有失必报 有感必应 现世之所得 无论或福 皆有因果报应 如行放生 不失等善业 即因众善因而招感善报 反之 如行杀生 偷盗等恶业 必因众恶因而招感恶报也 西世人明悟之 未经营不得了 无论产品行者正在一会 Stephen 衅着obil令和物性的善发 酸 Trié肌之后 我看了一会 惊亭不得了 非常时间反应该 我们欠问 因这会有疑惑 未经营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